现代社会,人类饱受艾滋病、癌症、心血管疾病威胁之时,结合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也在呈上升的趋势。 那么,为什么这个古老的传染病会绝土重来呢? 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结合病又俗称牢病,它是由结合分支杆菌感染所引起的一种古老的传染病。 在传染性疾病的死因当中,结合病总是位列前茅。 因为结合分支杆菌它主要是造成肺部感染,但是也会感染我们机体其他的脏器,比如说骨骼、肾脏、肠道等等。 但是,结合分支杆菌的感染并不意味着发病。 大多数的感染者不表现出症状来,为且负结合感染。 只有5%的人,他们可以从且负状态恶化为活动性的结合病。 结合病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传染病。 古埃及金字塔中的木乃伊和我国马王堆当中出土的尸身上面,都可以解测到结合病的痕迹。 我们大家所熟悉的鲁迅先生、豫达夫和肖红都饱受结合病的控扰。 国外的一些著名人物,比如说肖邦、齐科夫以及雪莱,也都死于结合病。 在文学著作当中,也充满了对结合病的描述,比如鲁迅先生在药当中的华小栓、小仲马、茶花拟当中的玛格丽特等等,都让我们体会到了当年结合病的猖獗。 在漫长的历史年代当中,十劳九死曾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人们曾经一度抬劳色变。 直到1882年的3月24号,科赫发现了结合病的元勋,这才让人们可以科学地认识和研究这个疾病。 在1982年的3月24号,罗伯德·科赫发现结合分支改剧100周年纪念活动时,国际佛牢协会和世界卫生组织确定, 每年的3月24号,即当年科赫削读其分离出结合分支改剧论文的日子,为世界防治结合病日。 在1921年,法国科学家卡曼尔和戒兰,他们用解读的牛型结合分支改剧变种制成了卡戒苗,并且在全世界进行推广应用。 这有效地降低了儿童结合病的感染。 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已经把卡戒苗列为了计划免疫必须要接种的疫苗之一。 随着人类居住环境的改善和抗结合药物的有效应用,结合病的发病率曾经一度开始下降,并且销声匿迹。 社会上对它的关注也在逐渐的减少,但是近20年来,结合分支改剧的感染又有决土重来之势。 那么它再次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的传染病。 那么不仅是公共卫生问题,也成为了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目前全球约有两亿人发生了结合分支改剧的感染,其中两千万人发病。 每年的新发病例大概是一千万人,每年有三百万人死于结合病。 结合病在世界范围内再次流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近40年来,没有新的抗结合药物问世,所以结合病正变得越来越耐药。 那么,耐药菌的流行,使得传统的一切治疗药物对结合病的治疗不再有效,难以控制。 我们国家是世界上难药结合菌高负担的国家之一,患者的人数仅次于印度,位居全球第二位。 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于艾滋病的出现和流行。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可以破坏人体的细胞免疫功能,使得机体失去了对结合病的防御能力,这就导致了结合病的复燃。 此外,用于结合的疫苗,卡件苗,它的保护性并不是特别的好。 研究表明,卡件苗的接种可以预防和解清儿童的重症结合病,比如说结合性脑膜炎,血腥波散性的结合病,那么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对于其他结合病的预防效果非常有限,不能预防肺部的原发感染,也不能够预防且负感染的复燃。 此外,多次接种卡件苗,也不能够提高疫苗的保护效果。 那么,哪些人容易感染的结合并发病呢? 我们来看一下,原发感染过程当中,发病病例主要是介于免疫力低下的儿童。 它们可以表现为结合性脑膜炎,或者是全身速力性结合。 那,原发感染以后的复燃,主要是介于那些免疫功能比较低下的,或者是患有糖尿病的这些慢性消耗性的患者, 那么,以及艾滋病患者和营养不良者等等。 对于结合病的预防,儿童我们仍然强调要使用卡件苗的接种。 此外,更要注意一般预防。 如果家里有病人,应该注意和家庭成员当其他的人进行隔离,不要和他人进行密切的接触,也不要面对面的和他人进行说话。 咳嗽,打喷嚏的时候,要用纸巾或者是手帕来遮挡口鼻。 介意病人不要随地吐痰。 此外,室内要经常进行通风。 我们普通人群介意少去人群晕挤的密闭公共场所。 此外,要积极地进行锻炼身体,养成良好的生活作息习惯,做到饮食均衡,劳易结合。 保证足够的睡眠,保持愉悦的心情,这样可以增强免疫力,预防结合病。 在治疗过程当中,我们要严格遵循这十个字,就是早期联合适量规律全程。 坚持规范治疗,这样大部分的结合病人是能够治愈的,并且能够有效预防滥药结合的发生。 那样结合的病人,更要坚持这些基本的原则,从而进行药敏试验,在制定合适的化疗方案,并且严格遵守这些方案。 这样,大多数的结合病是可以治愈的。 2019年的3月24号,是第24个世界防治结合病日。 今年的主题是,开展终结结合行为,共建共享,健康中国。 希望社会各界力量积极行动起来,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推进健康中国2030年建设和积极响应全球2035年终止结合病的目标。 这样,我们就可以迈向一个没有结合病的世界,让每一次呼吸都更为健康。 好,今天的课,我们就讲到这里。